哈喽大家好,我是丽娟 平时生活中我们要多吃一些西兰花 西兰花被人们称为长寿菜 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今天用西兰花分享一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西兰花掰成小袋 接下来准备一些清水 加入少许食用盐,搅拌花开 把掰好的西兰花放在盐水中浸泡10分钟 用盐浸泡蔬菜可以分解农药残留 准备一小块瘦肉,先切成片 把肉放在冰箱里提前冷冻一下 这样会更好切 再把小葱切成葱花 把葱花放在瘦肉上一起剁碎,剁成肉泥 剁好以后放入大碗中 现在把肉泥腌制一下 加入半勺食盐 一勺生抽 一勺芝麻香油 少许胡椒粉 少许的老抽上色 最后在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把肉馅搅拌均匀 顺着一个方向 把肉馅搅拌上劲 调好以后腌制10分钟 让它入味 现在西兰花也已经泡好了 给它控水捞出来 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给它清洗两遍就可以了 锅中水烧开 把西兰花放在里面焯烫一下 用开水焯烫 这样能去除草酸 焯水大约30秒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来控水 下面准备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胡萝卜小丁 切好之后和肉馅放在一起 再把焯水的西兰花切碎 尽量切的碎一些 切完之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 把西兰花胡萝卜丁和肉馅搅拌在一起 搅拌成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用手抓一点肉馅捏成一个丸子的形状 捏成这样一个小肉丸子就可以了 做好放入盘中 冷水上锅盖上盖子蒸15分钟 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淀粉 倒入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时间到我们的丸子就蒸熟了 先把它取出来 锅中少加点底油 油热了之后放入葱花爆香一下 倒入调好的料汁 用铲子不停的搅拌 把料汁煮开 煮开之后再把丸子倒进来 翻炒均匀 让丸子都充分的裹上料汁就可以了 最后撒上点小香葱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装入盘中 今天用西兰花分享的这道肉丸子就做好了 这道肉丸子 味道聞起来又香又鲜美 西兰花肉丸子口感吃起来非常的香嫩 一点也不会发柴 外面裹上了一层料汁 口感吃起来鲜香又好吃 味道和口感吃起来真的是又香又鲜美 这种做法也是特别的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营养又美味 做法也简单 喜欢的朋友先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关注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